我自己本身是没有贫血的 不过当我踏入社会工作之后呢 长期的饮食不当还有作息不正常 有一天我就发现 这我一吨酒一起来的时候 就会瘾一下 这是最脏不稳的那种 我就发觉不对路了 因为这些小问题 年轻的时候是不会去在意的 不会在意这种问题的 本身也不会妨碍到我的这种生活 也就是不会送吃哦 Welcome to my channel Hello 大家好 我是依婉恩 今天我们就要来探讨 到底什么是贫血 贫血是什么呢 最近开始了解这一方面的知识 毕竟年龄不少了 也是差不多要接近小孩的年龄 原来贫血是不通常的 试想一想 上天造你的身体出来 怎么会让你的身体贫血呢 如果有贫血真的要补回来 所以补气血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因为早晚都是要给补上来的 首先贫血不是走病 而是一种打健康的症状 女生的贫义比男生高 因为女孩子每个月都会来贫金的关系 所以才会有句话 女人就是这贫血一种 也是不会死的生物 我们学院里的红细胞需要三大原料 铁质 叶酸 还有B12 所以补铁等于补血 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 如果你是低于正常指数的话 你就是贫血 原来我们的血是90天更新一次的 如果你身体脏的血 党不及你流失的血 那就是贫血了 血液的作用 是把门吸入的养分还有养气 运输到身体的各个部分 如果红血不足 就会容易导致缺氧 症状比如是气色苍白 头晕 容易掉头发 胸闷 心悸 全身乏力 记忆力衰退 手脚病冷 容易喘气 就算睡很多还是会很累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如何让你缺血呢 第一 偏食 长期没有吃含铁的食物 最导致慢性缺血 第二 吃水过多 在经济的时候 你的血量较大 还有在你生小孩之后 铁离子随着血 有处体外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在经济的时候 你会怕冷 生了小孩滑绒掉头发 第三 吃了阻碍铁质吸收的食物 比如说农茶还有牛奶 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说 医生的症状就是血虚 血不足的现象 有血虚不一定是贫血 有贫血就一定是血虚 因为在中医学里 血是包含很多的 气是羊 血是阴 血是滋养我们全身的 骨髒和组织 包括我们的脑部和精神的活动 精英 情绪 还有思考 气为血自帅 血为气自物 气血 羊者是细细相关 力不合分的 气是一切的推动力 所以说 补血是要先补气 当气补足了就能生血 就可以推动血的运行 有些血虚的人 吃了补血的食物 因为没有做到体育的根本 单单补血没有补气 气不足 血是运行不起来的 一般血虚的人都会有气虚 所以贫血人是应该两者都要补 那在食物上要如何补充铁石呢 生产红细胞的原料 就是需要大量的铁 还有氨基酸 所以补血就一定要补充大量的铁石 比如说 动物的肝脏和血液 比如是猪血 鸭血还有猪肝 菠菜 植菜 香菇 还有黑木耳 不过它不能够让人体直接的吸收 也因为它的吸收率比较低 所以是必须要搭配维他命C 可以帮助吸收 咖啡和茶 因为里面含有丹磷酸 餐后可餐前的一个小时都不建议喝 最后 贫血的就应该补血 正常人是不需要刻意的去补血的 任何补血补铁的食物都千万不要过度 以免造成你的肝脏过多的负担 每个人的气虚和血虚的情况都有所不同 如果姐妹们需要专业终医师的诊所联系方式 你们可以PM我哦 好啦姐妹们 希望今天的视频可以帮助你 让你了解何为贫血 记得点赞 关注 分享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